伊朗代理人的无人机如何破坏美国在约旦的防空系统 当地时间1月28日 驻扎在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美军遭无人机袭击 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 多人受伤 有官员透露敌方无人机飞得很低 且紧随美无人机后面 导致美军反应迟钝 据报道 在美军基地遭袭中丧生的三名美国士兵被确认为中式 军事驻扎在佐治亚洲摩尔堡的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 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利纳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袭击造成40多人受伤 而且这一数字可能会继续增加 他说 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是无人机击中了基地的一处住房设施 当时许多军人仍在睡觉 两名美国官员告诉CNN 这架无人机接近美国军事前哨基地22号塔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架美国无人机返回基地 这导致不确定它是否具有敌意 并导致美国反应延迟 一名官员表示 敌方无人机在美国无人机接近时尾随其后 但目前尚不清楚敌方无人机是有意尾随美国无人机还是纯属巧合 官员称 敌方无人机也飞得很低 这可能使其能够躲避基地的防空系统 这次袭击袭击了约旦东北部偏远地区的一个美军沙漠哨所 及22号塔 该设施位于约旦和叙利亚边境的非军事区附近 沿着非军事区南部边缘的沙制推土几乎低 伊拉克边境距离这里只有10公里6英里 该基地最初是约旦监视边境的前哨基地 2015年末美军进入叙利亚后 美国的存在有所增加 这个小型设施包括美国工程 航空 后勤和安全部队 部署了约350名美国陆军和空军人员 虽然22号塔没有大型防空系统 但该基地确实有反无人机系统 如胶廊无人机拦截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